你要是敢和我分手 我就让你后悔一辈子 你能不能每次都不要这么极端 你说说你还敢不敢分 我们要把她稍微快一点 我怕她做什么傻事 你看妈 她就是想飘过来找她 你那干嘛呢 妈 你来了 别抱 别抱了 别抱了 她是谁呀 我们是你男朋友找过来 给你们做一个情侣采访的 跟她不熟 嗯嗯嗯 所以两位之间是发生什么矛盾了吗 还不是因为她 因为一点小事就要和我分手 对对对 都是我的问题 什么意思吗 不是那是一点小事吗 我都冤死了 我都 她前天半夜 在药水上看到一张照片 非说我出轨 有照片啊 给你看 看一下看一下 什么意思 就这照片 这边不有点头发丝吗 她非说我出轨 那怀疑一下不很正常吗 不是你那是怀疑一下吗 这不是那回事啊 问题是 所以那个是谁啊 这是她 这是我俩的照片 我不就敏感一点吗 而且我已经和你道歉了 你那是一点敏感吗 不是主持人你知道吗 就上次我在家 她突然给我点外卖 还让外卖员给我拍照 她监视我 那谁知道你在家 有没有干什么吗 不是非给我干点什么 你才满意是吗 你这么凶干嘛 出去玩 所有女生问她的联系方式 我都没有家呀 那你还留着前女友的联系方式 什么意思 我俩只是朋友 朋友 哪有会留着前人做朋友的呀 没法说 你别走 你到底还喜不喜欢我 我是喜欢你的 但是我太累了 你不喜欢的地方 我已经尽力去改了 你说你敏感 我也尽力了 就是我根本就不知道 做到什么地步 才能真正地让你信任我 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我什么都接你算 你不要认识我好不好 这些话你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因为我太喜欢你了 我害怕支持你 还是爱你 都只能相对不见 但是我不想信任我 但是我希望你还是能找一个 真正让你开心的男生 好吗 我以后不想让你分开 我觉得咱们两个不处 都只能说 不想让你分开 还是你眼里抬向我 是谁放下 跌跌撞撞的总想你的位置 我们还是 不要折磨鼻子好吗 不要 阿诚 阿诚 阿诚你回来 你回来 我都不敢去想 不是我不小心